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我找了那个搬家 搬运公司的人 他们现在已经到了 所以我这一次用的搬运公司是这一个 牛逼搬家 他们真的是叫牛逼耶 捏 要搬家 找牛逼 然后 牛逼 mover in town 然后现在他们的那些搬运员工呢 就已经进去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他们的搬运那个效率到底是有多牛逼 哇 他的裸里很大了 这个裸里是三单的裸里吧 是吗 三单 三单哦 可是那时候只是 他们只是讲我的东西一单就够债了 结果他们还是加了三单的裸里过来 诶 小米 不是小米 Morning Morning啊 爸 早安啊 怎么往起来是 对了 你这样就对了 他 插买那个 插买下去 然后 上去尖竹 这个就是你需要做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牛逼啊 看到吗 这样往这样 多么牛逼 最重要是要 轻松的 对 轻松啊 你看我现在可以在下面这边跟你们吹一吹哦 完全是他们在上面做 所以最重要是轻松的 最重要是轻松 想你这样的 搬家你懂啊 一想到搬家最重要是想到什么字 雷 可是你找牛逼呢 你这样心累 你就不会累了 牛逼的话就 任何牛逼都让你觉得很牛逼 对 很牛逼 相机看看到底有多牛逼 耶 然后这里他们都会帮你们负责包起来哦 就不会让你的东西划到 行吗 烫尾关子 烫尾关子哦 对了 你这个动作对了的包子啊 不是 对了 你这个动作对了的包子也是很牛逼 对对对对 然后这些箱子他们都会帮我们back起来 还有那个也是 Oni拿打包带走嘛 是哦 放进鞋子 放进鞋子 那个没有包 那个最后包了 你还要这样装脚 把包带走哦 要吗 我跟cherry两个人叻 rap这些东西叻 差一个差不多用了 差不多五分钟 最快都要三分钟来rap 结果 他们专业的工人rap这一个 差不多 二十到三十秒去包 二十到三十秒跟三分钟的差别 让专业的来 打到一个包就叫火 对 他们已经 放一pack被煤 然后就可以上罗里了 他们现在就是一样一样的把东西搬上去罗里 没错 然后其实 这一家搬运公司呢 他们除了 帮你们包装 就是wrapping你们的家具之外呢 他还会帮你们好像 踩一些床架 好像你们的床架哦 有些是 要踩了才能够上罗里 所以踩的过程会 很麻烦 但是他们就会过来这边 帮你踩你的床架 所以你before that 你不需要自己踩边边 但是 因为我这一次的床架是不需要再走 所以我就没有踩那个床架咯 然后他们 还有提供的服务就是 帮你包装 然后帮你打包啊 然后帮你封你的箱子啊 然后 你们看到这些箱子叻 都是他们会事先提供给你们 提供给你们 你们就可以事先在你们的家里先打包好 你们要放进箱子的东西 然后等他们过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帮你封箱 封箱过后他们就会上罗里 整个过程就是如此的简单 真的是 牛逼啊 好啦 他们的搬运的速度是真的很快啦 两三下把我的东西已经上完80%了 虽然讲我的东西是很少啦 可是他们也才两个人哦 他们也是一下子就把东西上完的 真的是 老手 果然是 有练过 这个就是他们包装的过程 你在做工了呗 OK我这边有一面全身的大镜子 看到吗 全身大镜子 然后呢 因为我自己没有那个bubble wrap 所以我只是用这个普通的纸wrap 但是呢 他们会用这些bubble wrap来帮你 就是保护你的镜子 对 所以他就会帮你包起来哦 这样子的情况叻 即使你自己没有bubble wrap 可是当他们到的时候 他们会确保 这些易碎物品 呃就是给他有多一层的保护 让他不会 不会这样容易碎掉啦 我的钢琴 牛逼啊 哈哈哈 哎哟 还有这个东西忘记带走叻 这个东西 这个要跟它bubble wrap起来 还是要普通wrap叻 这个要bubble wrap 因为 哈放箱子啊 真的叻 OK啦 onnie 放箱子 打包带走 再来看一看我们的房间 还剩什么 哇 好一个空道啊 那 然后这个叻 我们没有带走 是因为我们还要用的 我们呢 现在虽然把东西搬过去新家 可是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马上在新家住 我们还会在上方住 一个 两三天这样子啦 然后 等那边东西先安顿好过后 我们就会正式的搬去那边住 OK 现在everything上完了 然后他们现在就要 封罗里啦 我们的东西也不拨外哦 要搬家找牛逼 然后这边有他们的电话号码啦 所以你们要搬家 可以联络这个号码 OK 现在everything已经上完罗里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出发去新家 然后下货啦 Let's go OK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新家这边 然后那个罗里 他们也在外面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来 下货啦 牛逼搬家 要搬家找牛逼 OK 下货 开始 哇 我的东西其实也不多 三蛋罗里也差不多才装了 30%的空间左右 他们有这个tory 就不方便很多 是吗 真的是 做到准的哦 真的是太咬了哦 因为这个东西是 正常的 因为我们是老板 给他的客人 OK 现在东西 就要搬上电梯啦 还没有哦 等一下 牛逼 刚刚他讲什么 他讲财富的时候 蛤 他老板不允许 哦 他讲我们不可以动 他讲他们老板不允许 我们做东西 对 这个真的是 牛逼啊 牛逼啊 我刚才给你咬了 这样没有拍到 我听到 拆了打 他拆了 他拆了 我要去动了 然后他讲 不要这样子 你拿来剃我 我这样子 我这样子 不要 不要 你再动的话 我直接走了 他真的走了 OK 搬了 OK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 新家啦 然后他呢 就开始把自己的货物 搬进来 然后是我叫他 放在这边呢 因为 他会问你 因为如果你们请牛逼搬家的话呢 他们搬进来 他们会问你这些东西 是要放去哪一个房间 他们会帮你直接放进去 放便便 但是因为 现在我们还不清楚 我们的摆设是要怎样嘛 所以我就先叫他 把全部东西放在一边啦 Yes 全部放在旁边 好了 牛逼 多一个工人了 这个啊 人家叫他不要做啊 死死要做 这个老板没有在乎 死死要做 这个真的 他好像前世啊 没有搬过东西 这样 他没有做东西 他没有做东西 他感觉浑身不自在 没得没有跑 真的 这个做了 真的是牛逼啊 OK现在他们就搬一些 箱子上来 然后等下剩下就是那些 沙巴啊 那种家具之类的 他们先搬得很容易的 箱子上来先 然后给你们看看我们这边 外面的风景啊 哇 哇 very very nice 看到吗 感觉整个马来西亚都是我的 好丑啊 感觉整个马来西亚都是我的 这样你看 哇 很爽啊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哦 这边的夜景 特别特别美 每一粒黄灯黄灯 这样好像星星 这样子 真的 钢琴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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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逼运输 牛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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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话该 钢琴放厕所 钢琴放厕所 放一盘 搭变的时候可以 放一边边 然后做好了 然后跳过来 然后小鸣就讲 有气温 摇牌头发 哈哈哈 这个很摇牌啊 ok 他们搬完啦 然后他们现在要走咯 多谢塞牛逼搬家 国影海牛逼啊 然后刚刚叻我们就有 因为我们坐不惯嘛 就是讲讲坐不惯 不是讲坐不惯就是坐这的坐 我们不习惯坐这然后看人家搬东西 所以我们就会很自然的去 帮忙他们搬那些东西 可是他们就会讲你们坐住 你们要当做好像皇上 当做好像皇后这样 因为他们的宗旨就是不可以让 顾客去接触到 去搬到东西这个是他们 他们这家搬运公司的一个宗旨 所以如果他们看到顾客 去搬那些箱子的话哦 他们会给老板骂所以 对如果你们找他们的话叻 你们就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 打断你们两只手 打断你们两只脚 坐在沙发那边 等他们发给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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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